大家好 我是小方 今天我要来做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很多农村的小小子应该都有吃个这东西 走吧 就是这种花 这个是金子的树 然后我现在要用的就是这种花 摘这种花来做一种好东西 这一棵没有多少 我再到别的地方找找看 这里也有一棵 这一棵有好多 这一棵有好多 好了 已经摘了那么多了 现在我们开始制作这个 现在还要剥两片这个 竹笋皮 这个壳 好了 现在我要把这个花先洗一下 这边有一些蚂蚁在上面 现在把这个花 把它揉成这样一团 先把这水甩一下 挤一下这个嘴 然后把它 这样用这个 竹笋壳把它包起来 这样把它这样绑起来 这样包起来 把它这样绑起来 用树叶或者什么都可以 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是把它那个 埋在那个泥巴里面 用树叶或者什么都可以 小的时候还是把它埋在那个泥巴里面 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把它来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主要就是要它发酵一下 很香 有点香味 就是有点类似那种甜酒的味道 很香的 其实呢 以前就是主要是用这个来做一种 做一种零食吧 很香 以前没有什么什么糖吃 就把这个做来做那种零食吃 我尝一下 有点甜 然后有甜酒的味道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订阅我们